中植联队在本届东盟虽然只以第四名作手,但实际表现却是相当不错。 图中植联盟提供、分享。 2017年亚洲冬季棒球联盟于昨天落幕。 地主球队中植联队虽然在决赛失速,只拿到第四名。 不过从预赛开始打出了近年参加东盟最佳表现。 一八连胜九连不败结束预赛,并且整体奋战精神以及态度让前一年痛批的韩植联队总教练柳成安大为改观他们不一样了。 东盟除了可以让台湾球名一赌国外职棒队的潜力新秀之外,毕竟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地主球队。 因此中植联队今年的战绩以及态度为地主球队挣回不少面子。 其中,蓝梅沟桃园队堪称最大赢家首度执掌兵服的林正行就帮助中植联队赢得佳击。 黄子鹏、林里、梁家荣都有亮眼表现。 夺下年度总冠军的蓝梅沟明年渴望再获及战力一注。 另外,王维成、林维志、申浩维也都有明显进步。 明年球季可望为各队增加可用之兵。 中植联队在冬季联盟四强赛以2比6败给韩植联队无缘贞观总教练林正行坦言输求很可惜。 中央社分享。 今年60参赛队伍中的另外一大亮点是来自日本业余的社会人连队Jaba虽然转决赛失利只得到第三名,不过首度参赛就已超过7成的胜率多下。 玉赛第一,隶属于红打林路的投手评委葵太,玉赛出赛无场以2胜0败防御绿灵。 96获选为大会最佳优秀投手奖。 社会人对团队个人皆是大丰收,总教练是紧张夫对台湾媒体表示很满意这趟一的训练成效,明年有机会还想再来。 日本社会人连队投手评委葵太获选为冬季联盟最佳投手,途中职联盟提供分享。 东盟赛事自2012首度举办以来,不仅对武术逐年增加,水准也明显逐年提升,但过去几年,主角界以日本职棒为主。 今年有了新朋友日本社会人队的刺激之后,赛事更具看头。 日本社会人借由台湾东盟达到链,冰效果被战明年亚运带来实质成效。 相较之下,过去两年接参赛的中华培训队,2015年甚至首度参赛就多下冠军,首度将东盟冠军宝座留在台湾。 今年却未参加,除了让赛会少掉一支实力够强的地主球队失色不少之外,对于极需要高张力赛事磨练的中华培训队也没有任何好处。 中华培训队不仅失去可以与实力够水准,明年亚运主要对手的社会人球队直接交手的机会,也无法与相同世代的中职联队,日职东西军,韩职联队等亚洲职棒好手照进。 欧美联队实力虽然不如预期,不过能够节省出国费用,留在国内即可与欧美军手切磋,适应欧美球风因应未来国际赛。 赛中陪队参加的却是全国内业余球队为对手的爆米花联盟赛事,与日本社会人得到的收获与效果产生一来一往的落差。 各种原因令人不解。中职联队对日职西军之战于孟奎座,在酒局上奋力抢弓本磊,却仍遭弱月刺杀出局联合暴戏资料照片分享。 今年东盟另外一个比较可惜的是缺少了像2015年上林成之,2017年吉田正上等A卡等级的选手制造话题。 22岁的上林成之已经在软银站稳先发,今年初在134场角出13轰51分打点,刚获得大幅加金2200万来到3500万日币年薪,吉田正上等级虽然应稍止。 初在64场,不过也有12轰38分打点的成绩。 去年他在东盟纪金四座,初在16场比赛轰出6支拳雷打29分打点,加上打击率556,安打数30,雷打说57都是第一,成为大会的五贯王。 尽管如此,由于今年东盟竞争性大幅提高,日职联队失去以往的绝对优势。 西军甚至无法打进四墙,就看是否会因此在未来新映日职各球团派出更大咖的新神带球进到台湾参赛,让台湾东盟水准更进一步提升。